美和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期间 来自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多名专家 就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主张 以及近年来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 做大会发言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王宇副研究员 在会上表示 美国自身人权状况频出 却经常以人权捍卫者自居 对他国指手画脚 不断借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这是对人权的最大亵渎和讽刺 来自中国新疆大学的 祖利亚提司马懿教授表示 文化权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 新疆大力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 不断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各族人民文化权的保障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 格桑卓马研究员表示 西藏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 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 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持续的政策扶持 资金投入 以及对口原藏省市和中央企业的帮助 二是西藏实施精准的扶贫措施 西藏减贫经验 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解决欠发达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具有启示意义 此外 来自复旦大学的马中法教授和东南大学的戴庆康副教授 还分别就沉重外债负担对人权保护的不利影响 和减少对白化病人歧视的问题 做了大会发言 对白化病人歧视的问题